好,每年呢,在这个时候机场都陆续开始上鸡苗 与往年不同,今年鸡苗短缺,价格也偏高 不少养殖户反映鸡苗值比较差,死桃率高 虽然后来疫情回稳,但是重机、除机都出现了短缺 加上秋冬禽流感等疫情来肆虐 温差大都让养殖业者的缺口扩大 新冠疫情导致国际原物料大涨,饲养成本增加 业界为了止血,大量减少养殖 虽然后来疫情回稳,想要重新养殖肉鸡 无鸡可买,总鸡除鸡也都出现短缺的现象 那疫情一爆发,那多多少少影响也蛮大的 就跟蛋一样嘛 这一点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加上现在目前物资的涨价 像我们的饲料啊,硬子玉米啊,黄豆啊 这些我们成本加高嘛 造成很多养鸡,鸡龙啊 他们不敢再,就是说大量的进击 秋冬禽流感疫情肆虐,温差大 都让养殖业者减少养殖的数量 但是由于花东地区的养殖环境污染 也让东部地区的肉鸡市场受到市场的青睐 反而我们花蓮的这个环境会很好 环境很好的话,我们鸡的品质会更好 那鸡的品质更好的话,我们当然我们饲养的 花蓮的养鸡龙饲养的时间很长嘛 不像中南部那个速成鸡嘛 我们是道道地地的真的是花蓮的富贵啊 但是成本一高,那末端价钱就高了嘛 4月的清明年假即将到来 养殖业者也预估鸡肉的需求量大增 又遇到禽流感的影响 根据农委会提出的资料 目前白肉鸡每周可维持460万只的生产量 禽流感扑杀台湾案例仅有42场 铺杀44.7万只 鸡汁铺杀量占全年供应的1% 小鸡、鸡料、油品、电费、工人 每一项对于养殖业者来说都是历史的新高 而对于未来的肉品市场将是一大考验 记者林杰,收封箱,采访报道